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邓薇那么火 邓薇是谁 邓薇 1995年2月26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中国内地男演员 2020年主演古装奇幻爱情剧《玉龙》出道 代表作《我是岁月你是星辰》 潇洒家人淡淡装重子 《长月记名》《长相思》 以及目前正在拍摄的《仙台有数》 出道时间短 作品不多 为什么邓薇能够爆火 而且爆火后影响力直逼当红一线艺人呢 邓薇因为长相思中涂山景一角爆火出圈 颜值爆表的邓薇 用翩翩公子美如华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一眼惊艳 第二眼沦陷 第三眼不复遇见 八家从涂山景开始认识邓薇 然后开始了解 一开始喜欢角色 后来喜欢邓薇的全部 简直爱死 涂山景是真正的赤子之心 内敛的热烈 即使深陷淋雨 也仍旧抱有希望 那一朵紧紧护在手里的花 就是证明 小妖也是爱她的这份纯粮 她总是能看到 人人看不到的 邓薇在长相思中用精湛的演技 征服了大众 再看一遍长相思 又会有新的感悟 涂山景捡起来的从来都不是浪漫 涂山景温柔善良 性格坚韧 涂山景是佼佼明月 明月虽然阴晴圆缺 丹烂夜不软 清灰常在 好期待长相思第二季 除了其他优秀条件具备 最重要的一点 男人阳刚之气 男人为男人魅力十足 邓薇也是非常具有阳刚气质的男艺人 身材高挑 颜值爆表 在内于是数一数二的颜值霸主 爆火的邓薇其实很少参加活动 修丽可代言满屏热搜 满屏的帅照 火粉断层 支持率非常的高 女友粉特别多 购买力相当的惊人 在修丽可代言时的热度真的是热闹非凡 后来长相思演唱会 邓薇颜值爆表的图片 也是满屏的热搜 简直太帅了 再到仙台有数据组 基本上邓薇的任何一个动态 关注度空前绝后啊 最近邓薇以一身经典的黑色西装 亮相RTNDR展览 难得的西装造型 展示绅士魅力 成为DR品牌大事也是关注度 热搜满天飞 真的是太火爆了 为什么邓薇让那么多人喜爱呢 主要是因为邓薇真实 考古邓薇 发现他真的是值得喜欢的一个艺人 从小学习舞蹈 虽然后来受伤没有再从事舞蹈 转行做演员 但是可以看出他身上是带着旧级去演戏的 说明他毅力惊人 有黑粉拿他以前少年毛式的图片来黑他 他们纹身 抽烟 染发的 但是这正是粉丝喜欢他的存在啊 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清白的艺人 所有的往事都被考古完了 粉丝一样会支持他喜欢他 说明什么呢 说明邓薇的出现真的是内宇的一股清流 让内宇男艺人重新洗牌了 真实的邓薇 帅真的性格 阳光 帅真 帅气 内敛 所以大家都爱上了这个颜值爆表的男艺人 虽然邓薇目前粉丝不多 作品不多 但是未来路上 邓薇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发展 他的未来真是不可估量 粉丝少但是活粉多 基本上无死粉 所以这才是邓薇最优秀的地方 今年最火的小声邓薇 热度堪比去年的王鹤蒂 今年《长相思》播出之前 虽然已经有《长月静明》男二销里一讲 但是大家目光都集中在男主罗云熙身上 对他并没有多加关注 《长月静明》里的角色比较平 也没有什么高光出彩的戏份 再加上演技一般 所以大多人没有注意到他 但是到了《长相思》 邓薇的演技明显进步了很多 不知道是因为他本身就比较适合这类型的角色 还是对这个角色下了苦功 演技跟《长月静明》里判若两人 涂山景身为青秋公子 芝兰玉树 温柔英俊 谦谦君子 才华横溢 是很满美的角色 而邓薇的外形确实也十分贴涂山景的外形 身材修长 相貌清秀 俊美无双 邓薇的演技在《长相思》也上升了不少 尤其是在清水镇业时期的部分 忠诚温柔 专义深情 谁不喜欢这样俊俏痴情的小狐狸呢 虽然是男二 但是邓薇这个角色比男主枪玄出拳很多 各视频平台下面的评论区都在为涂山景心动 邓薇自然而然成为今年最炙手可热的小生 商务代言拿到手软 风头正进 一时无二 魏大勋怎么也不会想到 今年会因为《我的人间烟火》这部剧 成功摘掉综艺卡的标签 一跃成为当今最火的小生之一 魏大勋出道多年 主演的电视剧也不少 相爱穿梭千年二冠与唐一生的一期超时空大玩家等等 但几乎都没什么人看过 34岁的他 年龄并不占优势 而他的长相在娱乐圈也不是很出众 所以一直以来不温不火 但是孟雁辰这个角色就像救星一般 将魏大勋的咖位直接送上一线 只逼顶流 不得不承认 魏大勋值得一伙 魏大勋把孟雁辰演得很出彩 换个人眼 或许就没有这个味儿 很可能会演成一爱围影里面王鹤蒂那样的面谈霸总 魏大勋对这个人物有过精心设计 走路说话 皱眉抬眼 都很有总裁的压迫感 不夸张但又有酥感 这很难做到 和魏大勋一比 杨阳即使有再好的容貌 也显得油腻无比 有的时候帅不是一种外形 而是一种感觉 演技是男性最好的衣美 很明显 杨阳在这部剧被男二为大勋实力碾压 而作为一念观山的男二 方一轮却成功从一个十八线小透明 人气大仗 不仅有了姓名 还顺利拿下武侠巨制水龙银男二流演一讲 和罗云西同框标戏 方一轮自己也不会想到于十三这个角色会让他大火 毕竟之前他也在很多S家里面做过配角 无论是长歌行的魏淑玉 还是玉谷瑶的指缘 都没有太大的加成 很多观众说是因为一念观山的男主刘宇宁实在太丑 衬托的方一轮俊美无比 方一轮在这部剧中帅得有些过犯 所有男性角色中 一眼就能看到他 当然 原因也不全是如此 很明显 于十三这个角色比他之前的角色更有发挥空间 人设性格比较丰富 而之前的角色都比较单一 也可能是方一轮的演技大有进步 吃透了角色 所以才能演出了人物精髓 但无论如何 这波生咖 方一轮也确实凭着自己的外形和演技 牢牢接住了 机会总是留给我准备的人 刻苦努力 优秀认真的人 终究不会被埋没 同样熬了多年才出头的还有成磊 成磊是九十三的 今年也三十岁了 现在很多当红小生才二十出头 而成磊到儿历之年才有了一些人气 也实属不易 成磊的外形还是很有辨识度的 演技也相当不错 很灵动 眼里有戏 无论是文戏还是武戏 都相当不错 不理解为什么之前那些年 他都没有接到过好的作品 可能是因为资源有限吧 之前都只能出演一些无人问津的小短剧 即使演得再好 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他的这个经历不禁让我想到当年 在演数字电影的朱以龙也同样经历过这样一段默默无闻的时期 不过好在 郭敬明也算会演石珠 选了成磊演云之雨的男二公上奖 这对于成磊来说 是第一部S加大制作 成磊在这部剧里面演得相当不错 看似冷酷实则温柔 运筹帷幄 十分立体 以男主出彩很多 很多观众看了这部剧成了颜色上浅的CP粉 欲罢不能 成磊也因此曝光量大增 接到了很多大制作的邀约 即身成为当红小生 总算出头 相比之下 这部剧的男主张灵鹤显得没有存在感 剧播之后也没有加成 男二出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件好事 说明整个故事更加丰满 剧本不单单只是为着男女主的剧情展开 将配角写成工具人 配角同样应该有血有肉 这样剧本才会更加扎实 希望明年能够出现更多好看的影视剧 让国产剧更上一层楼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